台湾队长 参与我们的事 只要是 那就是我的事 如果你也在为台湾努力的话 那你也是台湾队长 我是台湾队长 只要是人民的事 那就是我的事 如果你也在为台湾努力的话 那你也是台湾队长 我是台湾队长 只要是人民的事 那就是我的事 如果你也在为台湾努力的话 那你也是台灣隊長 大家待會呢 我們總統出來的時候 或者是表演者上台的時候 請大家都不要吝嗇你們的掌聲 跟接掌聲 所以幫我一個忙 我們試一次就好 這次高雄人 我們來邱淳淺大師會長 這次的高雄人 要是Metal Life 我也要選請拜 對不對 還有我們的Ego非凡 跟他們一位一手 因為我今天看的 以前在電視上看到的人 都覺得他看起來都比較瘦一點 而且年輕一點 所以是不是請畫過我的這些 今天把我看清楚一點 以後可以比較接近真實 哪一張啊 都可以啦 這一個 當我身材 要十分成為 羅湖學期邁 剛剛一進來裝泡沫 第一句話 你們今天要唱歌嗎 小一點都在唱 我的人生第一次 不過我剛剛看先講一下伊農 因為最近很多人 在我的粉絲約會 說說要參加農會 不過我是這樣講 參加農會 跟參加漁會沒有衝突 所以參加農會跟參加漁會 雙重保險 兩個都要支持 那我人生第一次其實 我應該從我小時候開始講 因為我從小就是一個很會念書很會考試的人 那本來呢 在高中的時候 數學跟物理多不錯 所以我想說我大概 大概這一輩子 大概是做一個物理學家 或做一個工程師 那沒想到因為太會念書 所以又不小心考上醫科 所以呢 本來想說 畢業我的第一份的工作 大概就是 在醫院工作 大概是一個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但是後來 還是想一想說 我的人生 真的是我第一份工作要當醫師嗎 後來還是覺得說 那不然我去考這個台大公文說 因為有數學 所以我就 念了生物統計學 那 念了生物統計學之後呢 又想說 我人生真的以後 要當一個統計學家嘛 後來又 所以我的第一份工作後來 因為那個時候被處刑法一百條 那參與了很多的社運的工作 後來我的第一份工作 我成了弄一個地下電台 那地下電台是什麼呢 在當時 在當時那個年紀呢 大概跟黑板的年紀差不多啦 還比那個時候還年輕 那 你要去弄機器啊 地下電台的國民黨會抓啊 那抓都會坐牢啊 那怎麼辦呢 後來就去買了一台 那個發射機 那發射機 你要把它煮起來 又要裝潢 又要弄天線 後來就 東湊西湊 就買了一台發射機 結果就誤上這場 買了第一台發射機 就被人家騙了 你知道嗎 那個發射機搬來的時候 好大一個 結果後來把它打開裡面是空的 那旁邊還放兩個磚塊 那所以呢 他就用那種對角機的發射機呢 就充當電台的發射機 就騙我的錢 人就跑 那後來 那我 黃天不負可信 被我找到他 然後就把他抓來說 那你騙我錢 你錢要還我啊 他說他沒錢 他的機器已經定了 那你帶我去 去機器 所以我就跟 我一個很好的朋友 就坐了 夜車 搬到台北的三電波 那三電波他就進去 裡面都車輪車輪 我就眼睛睛的 我就看著 真的有一台發射機在那邊 所以就跟我那個朋友 後來呢 就把那台發射機 就搬上 計程車 那就坐了夜車 回到高雄 就開啟我 第一份的工作 當一個地下電台的台長 那 你既然那個時候沒有高雄 那個時候 也坐不起飛機 那你要坐Aloha 然後又要從台北這樣 這樣來來去去這樣 把人來來繼續回來 那就開始廣播 那廣播 你自然沒有經驗 隨什麼事情都要自己來 電線啊 天線啊 這個所有一切 你都要自己照顧 那 當然狀況一定會很多 所以就有一次呢 已經下完節目 他管站兩點多 那還想說結束了 就跟這個DJ 就在聊天 就開始在那裡聊 那聊天 靠腰 你沒聽到 你沒聽到 麥克風沒關 你知道嗎 那 兩個男生 就在聊 男人之間的 man's talk 就在開始 那聊八卦 聊很多人的八卦 就是說 誰第一次結婚啊 對不對 誰怎麼樣 怎麼樣 聊聊 那個call in 電話都滿線的 你知道嗎 想說 現在節目都已經停了 怎麼辦 還有call in呢 然後就想說 不要理他啦 明天 明天再說 結果明天早上來了 說 接了第一通電話說 你們昨天晚上在講 那些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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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後來還回仔細的 坐在那個椅子上面 才知道說 我昨天到底講了哪些人 講了哪些事情 所以這個以前 在現在我們叫爆掛啦 在以前 電台就是這樣 後來呢 國民黨真的來了 真的來超台 那超台風聲鶴唳 全台灣風聲鶴唳 那怎麼辦呢 因為那個在公寓大樓的十七樓 那 你知道那種商業大樓 廁所 辦公室沒有廁所 你要在電梯旁邊 大樓的電梯旁邊 所以你就進來 你真的就 要一整天你就待在裡面 你不敢門打開啊 你打開的話 警察會 可能會進來 可能啦 那就是要想說可能 那結果呢 你真的要呆呆呆呆呆呆 呆到很晚的時間 真的是撐不住 你知道嗎 撐不住 沒辦法就投出去看一下 欸 有沒有警察 沒有 就去上廁所 回來 真的兩三百個警察 他就衝進來 就把你機器又抱走 那怎麼辦呢 要抗爭啊 對不對 所以我就 去包圍高雄市警察局 那個時候 後來 出來 總共被抄台三次 那出來的 接待的人 就叫做宋孔看 現在是高雄市的護警局的局長 我在當代理市長的時候 他曾經是我的屬校 我說 你就是你 抄台的時候 都是你抄我台 每次抗議就是台 所以 在 在狂飆的 台灣的一個年代 從高雄 後來到 到 台北 連台北抗爭我而來 那因為當時 你知道地下電台 沒有 沒有 沒有Call in節目 只有老三台 那 也沒有任何的網路 我們只有VVCall 也沒有手機 只有台式 中式 華式 只有中廣 只有景廣 所以呢 那個時候想說 被抄台實在是很不甘願的說 要找警政署長算帳 所以呢 我就約了一庭 帶廣播的時候 我就號召群眾說 要包圍警政署 然後講一講講 沒幾句 當然又被斷訓 又沒啦 真的上來 那因為 斷訓也不曉得誰要上來 我想說一呼百勇 大概一百個兩百個至少 三百個大家一起晚上 坐約車上來 到台北市的火車站的時候 一下火車 兩個 一個是火 一個是跟我一起上來 就兩個人 那拿個一個牛皮紙 新鋒來要抗癒 抗癒 抗癒就走走走 警政署就在行政院旁邊 那會很可憐 那到那邊 要想啊 緊張五百個月 各去嗎 那怎麼辦呢 後來真的是 走走走走走到那邊 想一想 真的要進去嗎 我看算了算了 啊 這樣 回去沒有辦法交代 走來走去 走了三次以後 硬著脫皮真的是 抗癒 抗癒去 所有的記者 那個攝影機 十幾支的攝影機 就把你 把你整個定在 忠孝東武警聖署的牆上 那看一看 那這個記者講一講 就把那個 就趕快丟了 就趕快又坐車回來 那其實 很難說 工作 本來要當醫師 沒當醫師 然後來 當了電台台長 當了電台台 沒當整個 當了立法委員 所以 人算不如天算 那誰曉得說 那有一天我又變成歌手 那也說不定 蔡總統 連任之後 也許我有轉業的可能 所以 要 這個謝謝大家 也 要 跟大家一起加油 讓我們的蔡總統都順一點的 好不好 謝謝 謝謝阿琪 冷靜冷靜 我今天是被分類在音樂人的類型 但是我忘了帶樂器 來 不好意思啦 各位中官你好 好像 看到這樣子 好像穿我是黑酸霖而已 所以我要拘謹一點 今天 等一下不好意思請問一下 有沒有聽不懂台語的 舉手一下 這五分鐘是你上廁所跟抽菸的時間 其實我站起來之前 我會沒聊 我說 欸 我們這個中央 好好氣氣 不要講咩 不要沾對 我說這樣我這四人就沒什麼好說 不過齁 還是要講一下 所以 我要說我的第一道 我的第一道 發生在幾年 十月二十五日 那天 我的女朋友 跟我約在夢時代 我們那個時候 在高雄一間百會公司 開一間叫做 這沒有業配啦 但是真的有一間叫扶刺 是啦 這個好像是牛排丼飯 我來吃 吃到一碗 鄉鄉我女朋友就問我說 你要不要 我說要什麼 他說 樓上有一個設施 我想在上面做一些事情 我說 那我先做一下功課 因為我不確定那個 怎麼做 然後呢 我就Google 他有一個 他有兩個 全世界有兩種做法 一種叫做紐約市 他叫做 我忘記你叫什麼 不是紐約市 一個新加坡市 叫做 新加坡Flyer 另外一種 主席叫做 倫敦市 叫做 倫敦愛市 我就去網路研究 說 這兩個到底是什麼意思 然後呢 在一個 風和日麗的盡控制 我就去高雄夢時代頂樓 拍了我人生第一支的摩天輪影片 然後呢 我們就在上面說 這個要用什麼姿勢 這個時間上合不合適 有沒有水可以 不過 看了一看之後 我們下來 發現說 這個好像怪怪的 然後那個時候還有聯絡 包含我們參選高雄市長的 陳 副院長 然後還有當時的市政府 就說 真的要在愛河 弄一個摩天輪可行嗎 結果這支影片 不知道為什麼 在網路 YouTube Facebook 還有 盜版的YouTube 加一加有 快五六百萬的點閱 然後因此呢 我把那個影片 當作是我的第一次 因為齁 特別說對我來說 我以前雖然 包括在台灣 香港 中國 以及其他的國家 來拍鴨皮 但是我認為 我的第一支鴨皮 真的我穿起來 是這個摩天輪的鴨皮 經過那支影片之後 就發生很多 光怪陸禮的事情 比如說 我會 臉書會遭到很多 不認識的人來進攻 最特別的事情 就是說我是 共產黨的幹部 我不太能理解 然後呢 最近 又有其他 新鮮的事情 不過齁 我覺得是這樣子 欸沒有 我沒有在模仿那個人 It's science 好啦 閃閃閃閃閃閃啊 啊 閃閃閃閃啊 然後 油啊油啊 不過我覺得是這樣子啊 身為一個平凡的 我要跟國子前提出嚴正抗議 都是因為上了他的節目 才有耳朵旁邊一直講 好啦 不要鬧了 我認為 身為一個民眾齁 從去年10月25號 然後拍了摩天輪 然後參選 一路到現在 其實我發現 台灣面臨一個 這個 世代的 這個 裂縫之中 要結合的一個非常緊密的時間點 包含了這個 呃 我們說的很多 社會的議題 勞資也好 環境也好 還有這個 平權也好 一直到最近 我不知道怎麼分類啦 不過通常我是用這個在分啦 就是 不過我的意思是這樣子 就是說 當我們真的作為一個候選人 走入民間 然後認識群眾之後 其實我覺得 呃 如果 在選舉的過程 我們常常擔心 這個 對方有怎麼樣強大的財力 有怎麼樣保守的集團 然後會替他們拉票 其實我在想 年輕人 應該要保持一個熱情的心 然後去跟大家講 我們需要一個怎麼樣的未來 跟怎麼樣的總統 在這邊 這不拍馬屁 不過講一個很 心理的話 就是要感謝 現在的民營黨 政府團隊 他們的政策 我記得很清楚 叫做挺下一代 也就是挺我們在場的每位年輕人 所以 雖然我們沒有很多的財產 我們沒有很大的集團 或是社團經驗 可是我們有一顆熱情的心 以及保護台灣的心 希望在2020這一場 這一年 這一場選戰 大家一起團結 然後打一場漂亮的勝仗 好不好 一雄 我是3Q 代表委員 拜託大家 感謝3Q 來吧 我開國的台灣隊長 小雲總統 我是台灣隊長 我是台灣隊長 只要是你講你的事 你不要做事 我心不比你也在會台灣 我不要這樣 你是台灣隊長 我是台灣隊長 掌聲鼓勵 我的幕僚今天對我很不好 我沒有講台 也沒有講稿 剛剛我們董事長的樂團兩位董事長 我有一個很深刻的記憶 因為今天我們都要講第一次 我第一次被叫進到錄音室裡面去唱歌要錄音的時候 對我來講是人生的第一次 好痛苦啊 但是我也不知道我唱了什麼 只知道一件事唱得很難聽 所以後來我不小心在電視上看到 有這個記者問剛才的君董說 你覺得那個蔡主席唱得好不好 這個君董說他還是去做政治比較好 你是臺灣來的 我說是臺灣來的 他下一個問題很政治哦 他說那你們以後跟中國怎麼辦呢 我想了一想 我說我們政府說我們要統一啊 這個老師看著我說 你真的要來念 他那兒大學的法學院嗎 他說這樣的問題 先要有民主才能做成民主的決定 這就是一個法學院的學生應該有的素養 這個老師叫什麼名字呢 因為他已經過世了 我可以跟各位講他名字叫Boss了 很難想像說 有人會罵總統罵得那麼難聽 有人會對總統有那樣強烈的怨恨 後來我告訴我自己 因為你是隊長 你要承擔所有的責任 所以各位準備好了沒 好 準備好誰 好 好 我們要用台語了 有信心嗎 好 有信心嗎 好 第二個 他們最怕臺灣什麼東西呢 民主 臺灣的民主 臺灣的自由 因為這個民主自由 才能夠讓我們臺灣的世世代代的臺灣人 都有自己的思想 都有自己的想法 這個臺灣才是真正是一個自由 民主 而且讓人可以期待的地方 大家說是不是 對 對 好 中國還怕臺灣什麼呢 臺灣的總統 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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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之外 我們要更加的努力 我們要團結 珍惜 我們的民主 好 我們 要讓這個國家更強大好不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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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謝謝今天所參加的所有人 謝謝 不只會說真話 手上走上第一線 高度遠路圈 暴力人員不停的加班會 好 我們一起來小羽加油 小羽 小羽加油 小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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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社群之夜 人生第一次 大家記好了 我們要一起守護台灣 一起讓台灣更團結 更民主 所以請大家 好 親愛的揮手 謝謝小鈺先生 大家不要忘了 今天活動的心得 活動的照片 活動的想法 分享到你們的社群 社群之夜 大家都說政府建造槍 人生做事 而不是為了選擇槍 人生做事 不是為了選擇槍 人生做事 人生做事 台灣隊長 我是台灣隊長 只要是人民的事 那就是我的事 為了選擇